家里来客人必吃的32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千万别错过 第一道 过年家里来客 你就做到这样的红烧辣子鸡 香辣有味 越吃越想吃 我怕一只鸡不够吃 剁了半只 其实这种新鲜的鸡是不需要焯水的 只要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下锅炒 炒至金黄出油 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然后加姜蒜 料酒 生抽 老抽 大火炒香 炒至上色后想吃 再倒入我家的开水没过食材 扣盖炖20分钟 汤汁不多时加盐鸡精调味 再来一把青红胶圈蒜苗叶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红烧辣子鸡 越吃越想吃 过年就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二道以后要是想吃熟食 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只要有电饭锅就能搞定 首先锅底放葱姜 超过水的鸡翅 鸡针鸡爪子肥肠 孩子爱吃的安纯淡豆皮 每孔的莲藕调味 加盐冰糖 干辣椒 生抽 老抽 蚝油 黄豆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它是大厨用十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 有条件的加一罐啤酒 屈心增心 一碗长江水 没过食材 按煮饭间 卤一个小时 这样做的卤肉特别软烂入味 比卤味垫的还好吃 第三道我和闺蜜 都特别爱吃麻辣香锅 但我们从不去外面吃 因为自己在家做不仅简单 还特别好吃下饭 首先大虾剪去虾头 就能轻松去除虾线 然后再背上滑一刀 方便入味 水开放一勺食用油和盐 能使青菜更加的翠绿爽口 把家里剩的各种蔬菜煮熟捞出备用 再把闺蜜爱吃的丸子和大虾 也同样煮熟捞出 锅中油热炒香葱 姜 蒜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 调制好的麻辣香锅料炒香后 倒入煮熟的丸子大虾和蔬菜 开家里最大的火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撒上88粒黑芝麻和香菜即可 哇塞太香了 麻辣过瘾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四道以后这种草鱼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红烧鱼块 香辣有味 越吃越想吃 由热盐锅边撒少许盐 鱼块一个一个下锅 先不要动 煎制定型再翻面 煎制两面金黄备用 另起锅下姜蒜花椒小米辣 炒出香味您就留 然后倒入鱼块 加料酒生抽老抽 蚝油少许糖鸡精调味 再倒入一罐下一秒过期的啤酒 和我家的清水 扣盖焖煮入味 有条件的再撒一把葱段即可出锅 第五道你以为这是红烧肉吗 那你就搞错了 这个做法可比红烧肉好吃多了 切好的五花肉直接下锅 千万不要焯水 这样原汁原味炒出来才更香 炒出多余的牛油 留着炒个青菜 然后放葱 将花椒八角香叶干辣椒 盐冰糖生抽老抽蚝油 再把它炒香 炒至上色后倒入半罐啤酒 取腻增香 一碗我家的热水没过牛肉 后盖焖四十分钟 用温水清洗两遍 等到汤汁不多时 再放入梅干菜 继续焖十分钟 最后放点大蒜叶翻拌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梅干菜烧肉软烂入味 配上米饭都吃了五六碗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六道你知道吗 只要把五花肉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全家都爱吃的美食 五花肉上锅蒸熟 蒸到能用筷子轻松插入即可 然后像我这样用牙签扎108个洞 均匀地抹上老抽上 色油热皮朝下下锅煎 扣上盖子防止渐油 煎成我这个样子 再改刀切成厚片 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我每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砂锅中 加葱姜八角香叶干辣椒 18粒冰糖白色的盐 一勺生抽半勺老抽 再倒入明天没喝完的啤酒 碱腻增香 适量清水没过食材 扣盖小火炖30分钟 最后撒两块钱小葱花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五花肉软烂入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学会了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 即可 开盖的瞬间 满屋飘香 软烂入味 学会了过年又是你的拿手菜 第七道以后孩子想吃蒸鸡蛋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嫩滑细腻无蜂窝 首先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加少许盐 用我的筷子给它搅散 然后倒入鸡蛋1.5倍的温水后 想吃不会做 随时找得到 我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撇去浮沫 扣上保鲜膜后 扎几个小孔 水开中火蒸八分钟 关火再焖五分钟 最后淋少许生抽 加几滴香油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蒸鸡蛋口感滑嫩 孩子超爱吃 第八道我认为 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就数这个麻婆豆腐了 麻辣鲜香 非常的下饭 五毛钱的豆腐 切成大大的小块 水开倒入锅中 加少许盐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不容易碎 还能去除豆腥味 油热放入肉末炒散 炒出多余的油脂 加葱姜蒜小米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 这个麻婆豆腐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再放了 让你在家轻松吃到 正宗的麻婆豆腐 炒出酱香味后 加入一碗清水 第九道 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上的炖牛肉 千万不要冷水下锅 首先把切好的牛肉温水下锅 加一小勺盐 浸泡15分钟 泡出牛肉体内的血水和杂质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 还能软化肉质 记住千万不用焯水 直接下锅煸炒 煸炒过的牛肉吃起来 才会更香 然后放姜蒜 干辣椒调味渣 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加入滚烫的开水 扣盖炖一小时 然后放入土豆和胡萝卜 再炖十分钟 最后放点蒜苗 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黄焖牛肉 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不塞呀 全家人都爱吃 地势到快过年了 年夜饭上肯定少不了 这道香辣虾 不仅好吃入味 还寓意着红红 锅中油热 倒入大虾炒至变色后 盛出 另起锅蒜末小米辣炒香 然后倒入大虾 加盐鸡精生抽 蚝油翻炒至入味 最后撒一把葱段 翻炒两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大虾香辣有味 特别好吃 端上桌一定是最先抢光的那盘 第十一道 大家注意看 把山药倒入滚烫的开水中 出锅瞬间变成年夜饭 一道经典美食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首先把山药去皮 切成均匀的小段 锅中水开 下入山药焯水一分钟 捞出过一下凉水 控干水分后 放一勺淀粉抓拌均匀 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底油 倒入一袋这种调制好的糖醋汁 然后倒入炸好的山药 撒上一把黑芝麻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蜜汁山药 酸酸甜甜 真的太好吃了 想吃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莲藕腐皮肉卷 外焦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把每孔的莲藕剁成丁 再准备一碗肉末 倒入莲藕丁 香菇丁 一把葱花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再来一勺淀粉 用我的手给它搅拌上劲 再拿它来做汤 也非常鲜美好喝 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水开上去蒸十二分钟也可以 切完直接吃 软糯可口 也可以下锅煎一煎 外焦里嫩 这样做的莲藕腐皮肉卷 比肉丸子还好吃 学会了过年 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第十三道以后 想吃自然鱿鱼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香辣有味 比饭店的还好吃 首先 鱿鱼切成嘴巴大小的段 水开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油热下姜蒜 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蒜苔鱼 加生抽 老抽 蚝油盐 胡椒粉 自然粉 最后大火炒鱼 炒至入味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由于好吃又下饭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过年炸带鱼 有人说放淀粉 有人说放淀粉 其实都不对 今天按照我这个方法 放凉了也不回软 处理干净的带鱼 两面改上花刀 加葱姜 花椒 料酒 盐 五香粉 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 再去掉料渣 碗中打一个鸡蛋 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适量的清水 搅拌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炸出来又酥又脆 倒入腌好的带鱼中 均匀地裹上粉浆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带鱼又香又脆 特别好吃 第十五道大家注意看 很快就要过年了 第十五道 年夜饭餐桌上的菜是莲藕酿肉 寓意着花开富贵 团团圆圆 好吃又好看 首先莲藕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放一勺盐 倒入清水浸泡十分钟 杀出水分 剁好的肉末 放葱姜 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这时候 藕片也泡软了 把调好的肉馅放上去 按压紧时 摆成一个团团圆圆的造型 中间打入孩子爱吃的鸡蛋 水开上锅 大火蒸十分钟 蒸出来的汤汁很鲜美 倒出来留着备用 放葱花 淋热油 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倒入一点这个白灼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酱油 饭店的清蒸鱼 白灼虾 都是用它做的 这样做的莲藕酿肉 营养又美味 过年了 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十六道以后 鸡爪买回家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蒜香鸡爪 蒜香浓郁 香辣有味 先将剁好的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煮开 撇去浮沫 再加一勺盐 入个底味 煮熟捞出 油热 下姜蒜小米辣炒香 以后想吃不会做 随时找得到我 然后倒入鸡爪 加生抽老抽 蚝油白糖鸡精胡椒粉 开大火炒出酱香味 有条件的再撒上一把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蒜香鸡爪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七道大家注意看 大酒店天天排队 桌桌必点的特色菜 酸汤肉片 自己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来 建议收藏 老板娘切好的肉片 加盐胡椒粉 葱姜水 给它充分抓拌均匀 再放半个蛋清 一勺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烤香姜 酸辣椒 接着倒入一碗清水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接着放入大家爱吃的配菜 烫熟后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再下入肉片 轻轻滑动 煮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酸汤肉片 酸爽嫩滑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 喜欢你也收藏 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大家注意看 很快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餐桌上的菜式 招财劲保 寓意着裁员滚滚 做法简单 先把洗净的香菇掰去根部 摆入盘中 香菇中间放入孩子爱吃的鞍唇蛋 水开上锅大火蒸八分钟左右 出锅撒上葱花 淋热油激发香味 调味 只需要倒入一点这个白灼汁 饭店的清蒸鱼 白灼虾都是用它做的 这样做的香菇蒸蛋不仅好吃 还预议好 用来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 学会了记得点赞收藏 第十九道做清蒸鲁鱼 到底是先浇油还是先灵汁 很多人都搞错了 掌握这两个小技巧 做出来又鲜又嫩 比饭店的还好吃 首先把鲈鱼像我这样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清水中加葱姜 一勺盐放入鲈鱼浸泡十分钟 这样浸泡过的鲈鱼肉质更加洁白好吃 锅中油热 下葱姜洋葱丝炒出香味 加适量清水 一勺蒸鱼室油 半勺白糖提鲜 这个就是很多饭店都在用的清蒸汁 水开鲈鱼上锅蒸七八分钟 这个蒸鱼的心水千万不要丢 放上蒸鱼三丝 泼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淋上白灼汁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你也收藏回家试试做吧 第二十道大家注意看 以后再把草鱼拿回来 第二十道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酸辣开胃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 建议收藏三块一斤的草鱼 像我这样改道不要切断 切成这个猫样 倒入半罐昨晚没喝完的啤酒 腌制十分钟 用啤酒腌制过的草鱼 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肉更加鲜嫩 准备一根青瓜 切薄片备用 锅中油热 将酸辣椒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清水调味 只需一袋饭店大厨 按比例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了 用它来做酸汤肥牛 酸汤肉片都特别好吃 煮开后放进草鱼 再来点嫩豆腐和金针菇 盖上盖子大火煮八分钟 这样做的酸汤草鱼 酸辣过瘾 全家人都爱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放入豆腐 咕咕个两三分钟 再少量多次的 淋入适量的水淀粉 让每一块豆腐 都裹满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 香辣过瘾 米饭都能多吃三大碗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21道冬天多喝羊肉汤 手脚不怕凉 降温了 一定要给家人安排一锅 这个暖心又暖胃的羊肉汤 十块一根的羊排 剁成长段 加少许盐 用我家清水浸泡20分钟 泡出血水 这都是腥味的来源 然后冷水下锅 加高度白酒去腥 煮出血沫捞出 切记要用温水清洗干净 这才是羊肉炖出来 布柴的关键 洗净后放入砂锅 加一片白纸 这时候一定要加入 我家的开水 扣盖小火炖59分钟 最后加适量盐调味 撒上枸杞和香菜即可 这样炖的羊肉汤 汤鲜味美又营养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 第22道过年家里来客 餐桌上除了大鱼大肉 也一定少不了这道白灼生菜 寓意生菜 首先水中加一勺小苏打 搅匀化开 放入生菜浸泡10分钟 这样能有效地去除蔬菜里的杂质 和虫卵 然后空碗中放蒜末辣椒丝 用热油抢出香味 再加一勺白灼汁 用我的手搅匀备用 锅中水开 加少许油和盐 这是青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就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烫十几秒后捞出 摆入盘中 淋上调好的料汁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生菜清脆爽口 简单又好吃 还有两天就冬至了 你们再加包饺子 饺子馅就像我这样做 今天就把我开了20年饺子馆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用葱姜花椒 八角倒入开水泡个料汁 肉馅中加葱姜末 泼上热油 一勺生抽 它是根据大厨比例调制好的 往一个方向搅拌至粘稠 感觉吃腻了再加入料水 同样的方法再重复两遍 然后加上自己爱吃的配菜 再打入一个鸡蛋 零点香油 这样做饺子馅 不管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 都非常鲜嫩多汁 学会了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24道 这茄子呀 是最普通的食材 人人都爱吃 今天就教你们一道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咱们准备树上摘下的茄子 给它削去外皮 改刀给它切成块 接下来准备一个碗 放入一勺清水 放入食用油 再打一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再放入一勺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成面糊 可以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入切好的茄子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茄子都能均匀地裹上面糊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咱们五成油温下锅炸 一个一个地下入 全部下入以后 咱们开小火慢炸 把它炸至表面金黄 色泽酥脆 捞出 接下来锅中烧油 放入一勺番茄酱 把番茄酱炒香以后 加入一勺清水 放入半勺白糖 开小火慢熬 将汤汁给它熬至粘稠 倒入炸好的茄子 快速地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茄子呀 在家你要像我这样做 第二十五道 妈呀 我真的没想到 香蕉还可以这样吃过 您把它做成脆皮香蕉 外酥里糯的 你家孩子肯定喜欢 首先香蕉去皮 再切成四厘米长的段 然后撒上一层适量的淀粉 切记粉不要太多 像这样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三个母鸡蛋液 让每个香蕉都裹均匀面包糠 一定要选用这种黄色的 一袋里有半斤 把沾满蛋液的香蕉 放进面包糠里面 让每个香蕉都均匀地裹上面包糠 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六成油温下锅炸 大概炸两三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炸的香蕉外皮酥脆 里面香甜可口 你也做起来吧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我每周都会给家人 炖三次这个牛肉汤 汤鲜味美 喝了冬天 秋苦都不用穿 切好的牛肉冷水下锅 加少许高度白酒去腥 煮开后撇去浮沫 捞出来用热水洗净 然后放入砂锅加葱姜 汤鲜味美的关键就是 有条件地加满开水 没过食材后盖 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再倒入白萝卜 继续炖十分钟 调味加盐胡椒粉 撒上枸杞和香菜即可 这样炖的牛肉营养丰富 汤鲜味美 天冷了你也给家人炖一锅吧 第27道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蛋炒饭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由烧热倒入两个新鲜的母鸡蛋 快速地将它炒散 加八十八粒葱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外婆菜 这个外婆菜是调好味道的 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料了 炒香后倒入米饭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个两三分钟 最后加少许葱花和香菜 给它翻炒均匀即可 但炒饭这样做 香了一吃就停不下来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28道天气易冷 很多人都喜欢去外面吃酸汤肉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一点也不难的 切好的肉片放点葱姜 水盐 胡椒粉 生抽 一个鸡蛋清淀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才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锅中油热 炒香姜蒜小米辣 再加入一碗我家的自来水 调味非常简单 就用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 煮开后下入配菜烫熟 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再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学会了以后自己就在家做 第29道你敢相信吗 把大虾倒进滚烫的啤酒中 出锅 就是一道大家都说好吃的人间美味 这个做法99%的家人都没见过 啤酒倒入锅中 煮开后放进18块两斤的大虾 煮两分钟 啤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煮出来的大虾更加鲜嫩好吃 捞出来过下冰水 是口感爽脆的关键 把大虾摆入盘中 碗中放蒜末葱花 不能吃辣的 多放点小米辣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酒店大厨都在用的白灼汁 这样做的白灼虾比水煮得更加鲜甜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很快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一定要给家人做这道红韵节节膏 寓意红韵当头 步步高升 孩子学业有成 生活甜甜蜜蜜 首先把去皮的山药 切成嘴巴大小的块 倒入一勺白醋浸泡十分钟 这才是山药不发黑的关键 做年夜饭的小技巧 水开倒入锅中 盖盖大火蒸十分钟 草莓切去头尾 留着备用 这时候山药也蒸好了 像我这样一层山药 一层草莓 摆成一个步步高升的造型 用它来泡水喝 做各种小甜品 味道都很不错 这样做的草莓山药 肯定是还没上桌 就被抢光的一道菜 第31道 年夜饭餐桌上的最后一道菜 蒜蓉金针菇 寓意着来年花开富贵 幸福美满 做法简单 好吃又好看 金针菇去掉根部不要丢 再像我这样切几道 火腿肠切成片 金针菇摆一个造型 放上火腿肠 蒜蓉茄子都特别好吃 水开上锅蒸五分钟 出锅淋上一圈生抽 撒上葱花 浇热油激发香味 这样做的花开富贵 绝对是还没上桌 就被抢光的一道菜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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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